2017年的10月1號 我們即將離開七美旺安的兩天之旅的部分 今天是10月1號 幸福台灣微笑朋友小編為您介紹 現在所呈現的是旺安 整個面積有13.65平方公里 那七美呢是它的二分之一 大概是有6.9平方公里 大約是7平方公里 那從早上的8點 從南海遊客中心坐船出發 那現在1點30分 正式的結束七旺之旅 何謂七旺呢 就七美的旺安 想不到今天呢 依舊是風和日麗的一天 整團環的不宜熱門 現在眼前看到是整個旺安 南潭港 叫潭門港的部分 那發電 今天回去的風浪會稍微大一點 但是已經算是風平浪靜 那接下來我們可以看一下 整個 我們到了 旺安參觀有兩個最主要的 第一個就是水的花災 也叫棕色村的花災 那邊傳承了整個 在彭武縣 剩下台灣第一個整個 保護的舊聚落的部分 那現在幾乎85%都已經荒廢了 那文建會 這邊也保留下來一些它原始的風貌 走在花災裡面呢 可以體會它的古色古像 第二個呢 就是所謂的到天台山 海拔呢 大概是5476公分 那再來呢 我們就離開整個 萬安 這個五千六百 會居民住的一個 彭武縣的最後一個島 就是萬安鄉的部分 那萬安呢 早期呢 甚至包含了七美鄉 在整個澎湖南方市島呢 從 統寒 古井 萬安 跟七美 那我們就從這邊 要返回整個澎湖的馬宮 南海游客中心 預計時間有30分鐘 那我們早上呢 有參觀的七美 我們走了七美能總 沿途經過 然後到十 十層的十屍 接下來我們再到整個雙新石戶 大家看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我們到了雙新石戶 我們還特別的走下去 所以整個風景造非常漂亮 詳細的我們看一下 看一下整個幸福台灣 微笑豐富的部分 外面回去的風浪會稍微比較大 可以看一下整個外面的一些白色的浪花 大家就別知道了 澎湖的五大特色 陽光、海浪、沙灘先能長 我們這次區域屋帶了整個保業聯合快進宿所 全都已經完成了 即將返回澎湖縣的南海游客中心 接下來最後一個行程 我們將繼續前往整個北寮 有一所謂的叫做摩西分海 結束之後我們將會返回整個馬空機場 預計今天晚上做利隆航空的六點三十分的飛機 返回台北的松山機場 大家可以幸福台灣微笑豐富小便 十點為你現場報導 拜拜